哈囉大家好,我是戴劍小朋友們 今天我要帶各位回顧一部號稱 時尚派系最為繁雜 Yukomiket制霸多年 遞造無數都市傳說 並且打破世界的語言隔閡 甚至提升日本海軍投軍率 還讓監督編劇壓力感到超級大的 穿起網遊改編動畫 艦隊收藏 這故事是這麼說的 某一天海底出現了迷一般的艦隊群 世人稱之為深海旗艦 在其強勢的侵略下 仍然喪失了治海權 而維一年對抗這等威脅的便是 另一群迷之少女 她們擁有將普通的弓箭分子化 並塑造為高速戰機的科技能力 而那嬌小的身軀 卻可以穿戴萬噸中的鋼鐵套件 不再需要以往的傳統能源 靠著有機食物即可化為動力來源 捨棄電腦控制這般落後的技術 這些人僅憑隨意的喉嚼 就能操控身上的各式武器 或許現在的女性被稱為 航空母艦會蠻肚子火 但此一稱號對她們卻是榮耀的象徵 下帶強悍的肉體 繼承昔日戰艦的衣製 並在那孤單寂寞的浪潮中 為世界尋找希望的火珠 這群女性被世人稱為 而就在世界各地的艦娘 與深海七艦交戰得如火如荼 一位新兵入武啦 看似剛從鄉下來城市探親的女孩名叫崔雪 並遇見了人生第一位好朋友穆月 在她的幫助下開始熟視鎮守府的一切事物 所謂的鎮守府也就是海軍設立的基地 而該單位的管理者極為提督 通常都是男人啦 並且會依照各船艦相依的公用性 加以區分為不同的艦隊 而正當他們在園區晃蕩時 突然看見有人在玩遙控飛機 原來射出這些飛機的正是傳說中的翼航戰 那是僅憑手中的弓箭就能制霸廣大海域 並且在新船艦快速誕生的年代 卻還能次次擊毀各大提督內心的命運組合 從屬翼航戰的赤城與家鶴 散發了女星特有的知性與穩重 但拉緊弓弦的姿態是何等的外柔內綱 而脫離弦上的戰鬥機 筆直的飛躍在無止境的海平面上 而這股毫不動搖的意志力 不僅搖動了許多提督的身體 也連帶渲染了吹雪的思緒 震動吹雪因著異航戰的魅力而進入吃汗狀態時 鎮守府想起了初級的警報 相比其他劍娘高潮的情緒 吹雪顯得相當不安 震動帶頭的大姐姐神通 看見其扭扭捏捏捏的肢體表情以為她尿及時 吹雪才透露自己是第一次出擊 但敵人卻沒有因為對方是菜鳥而放行攻勢 剎那間一隻看似被河南嚴重污染的敵人 要出海平面並準備吞噬眼前的吹雪 但此刻熟悉的引擎聲呼啸而過 且擊毀了巨大的深海旗艦 挾著強勢的姿態 一航戰出現在巨大的波濤中 不同於其他人的青澀 致城與家河舉起了傳說中擊毀無數男性的射雕神功 猶如沉疾斯汗踏足世界版圖一般 那拖閒而出的弓箭 將海域上的敵人化為灰燼 面對一航戰的強大 吹雪不自覺叹息自己的脆弱 但此時提督的出現卻鼓勵了滴落的他 狹帶著提督的期許 以及對於堅強的憧憬 吹雪覺醒奮發突腔 但事情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由於吹雪屬於特型驅逐箭 使用的裝備比起一般驅逐箭更為沉重 所以操控部分也顯得較為困難 看著這等克難的景象 使得該隊的三位前輩願意給予協助 不僅在川內的教育下矯正了他下盤的力量 神通的指導也提升了其射擊的熟練度 甚至在納克的偶像情懷中增添了不少自信心 而這股衝勁還讓號稱勇於雷得天下 的重雷裝巡洋艦北上大人 並以教授魚雷的正確用法 或許整體離實戰還有段差距 但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 最終還是通過了審查 並成為該艦隊的正式員工 隨著訓練告一段落 吹雪準備迎來人生中第一場大規模戰役 此時他出現了 號稱鎮守府的守護神 艦隊的精神象徵 瘋狂的C巨炮 世界級的Big 7 史上入手最困難 最愛的飲料是果汁 以及專門誘拐驅逐艦小妹妹的賤娘統領 長門 哇 我一直很想念一次最單台詞 隨著長門發布的作戰內容 心情尚未建立完全的吹雪 感到忐忑不安 但長期的努力讓身邊的同事都看在眼裡 在那緊張的面容前 許多賤娘帶來了慰問品以及祝福 當然我會告訴你其中最重要的是 艾蕩用體毛做成的護身符 而赤誠也用震懾必重的理念安撫了對方 你以為這四個字我會故意念錯嗎 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我想便是赤誠口中那把握當下的話語 畢竟戰場無絕對 或許你我相識的這一刻就是彼此的最後一面 某方面來說 這似乎也反映了活在戰士中士兵們的心情寫照 但誰也想不到赤誠的一句話這麼快就印證了 正當全體隊員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一顆從天而降的飛彈無情的炸開平靜的海面 嬌柔的神卻緩緩沉積在陰暗的海水中 模糊噪音在水中的光線 好像訴說了那平時隨處可見的天空原來是何等的珍貴 下午15點42分 威克島56公里海域附近 好友沐月的姊妹劍如月 因敵方劍在機的轟炸確定遭到擊沉 正當鎮守府因著如月的喪生感到悲痛時 場門召集了吹雪以及另一名劍娘島風 並指示他們與戰劍級別的金剛四姊妹組成臨時戰隊 而突然出現的金剛 比瑞 真名 以及誤導毫不避諱地展現了金剛四傻的魅力 使得吹雪頓時還滅 不過相依於種種脫線的情況 金剛四傻的強悍戰力 以及刀風的神話黑客技都制霸了整座戰場 可是沒想到吹雪一時的大意時自己陷入困境 面對敵方猛烈的炮火 他的腦海閃過死亡的恐懼 當致命的炮彈迎面而來時 一抹身影擋在即將開啟的鬼門關前 並用那結實的拳頭敲碎了死亡的喪中 而金剛給予自己的擁抱 也讓吹雪意識到自身的職責 面對亂世中喪失親人的沐月 或許要做的並不是單純的旁觀對方的悲痛而已 自己也必須陪伴沐月指示戰爭所帶來的傷痛 看似一切即將雨過天晴 但沒想到吹雪所屬的第三水雷戰隊卻收到解散的命令 而且還被分配到一個相當詭異的隊伍 其中包括了正妻空母加賀 太平洋海戰爭主角瑞赫 提督的愛指示順便的大井 與超級北上大人 以及Burning Love 金剛 什麼你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沒關係 那表示你把時間都花費在更多美好的事物上 簡單來說一行戰的加賀與五行戰的瑞赫互看不順眼 只要打擾自己與北上的美好時光大景 誰都看不順眼 金剛好像有點不長眼 以及路人吹雪卻是沒人看他一眼 但靠著多次浴池中的坦誠相見 最終吹雪還是靠著主角威能撮合了這群怪咖 並奇蹟盼的當上該隊的指揮旗艦 正當吹雪的軍事生涯平步青雲時 鄭州府卻正在醞釀另一場陰謀 原來開艦隊準備舉辦一場咖哩選拔賽 而其中最有名的小學生戰隊第六驅逐隊 正計劃擺脫只能當吉祥屋的命運 打算在該競賽中打出知名度 這群女娃爾即使面對各大民間的競爭 也展現了絕不退讓的精神 甚至在妙齡的惡郎祖炳跟前 也沒有被那飢渴婚飲的沉重感擊垮 總而言之 隨著其他參賽者脫線的出局後 嗯?你的線怎麼沒脫下來? 咳咳 最終與祖炳的惡斗中 第六驅逐隊脫穎而出 並獲得了年度咖哩的殊榮 之所以會說這是一場陰謀 最大的關鍵就是擔任裁判的長門 由於這場比賽的獲勝作品 會成為鄭壽府該年使用的咖哩 所以打同小學生們使用甜咖哩參賽時 冠軍就已經確定了 因為 長門不敢吃辣 加上小學生的魅力 所以冠軍大概早就內定好了 而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當翠雪一行人忙著對抗深海七箭時 因為瑞赫的緣故 使得迦赫差點被炸到開花 由於近期不及短缺 這也讓衣著嚴重損毀的加赫 無法參加接下來的階段型戰役 但吃辰卻因為能夠與加赫久違的公寓 而露出一絲喜悅的神情 當然我相信眾多觀眾也是如此 而因為加赫的缺席時的 武行戰的翔赫與瑞赫再度合體 但這也是所有梯都最擔心的地方 相對於幸運的瑞赫 翔赫總是被冠上不幸的稱號 實時中只要兩箭同時出擊 翔赫永遠是吃子彈的那位 不過好在製作組不敢亂玩人氣角色 即使遭到嚴重的砲擊 瑞赫仍然帶著翔赫成功脫逃敵方的侵襲 在垂血一行人的援助下 良人總算是存活了下來 戰役結束後的一行人來到了一座前線基地 此時撐著紅傘 名為大河的神秘劍娘出現了 而且他所居住的基地就如同總統套反般的奢華 不僅讓人聯想至貴氣的旅館 原來一直以來大河都被藏匿在這座世外桃源 即使號稱史上最強的劍娘 卻從未出海過 可謂名副其實的深龜大小姐 時事中也因為大河號鮮少出擊至最前線 騎士兵卻可在戰爭之域享用奢侈的火石 而遭到許多海軍調侃為大河旅館 但其實大河並不像大家想像的那樣享受與世無真的生活 如同其他縣娘 他也想成為保護他人的存在 或許這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時大河號中船員們的想法 而曾經也是邊緣人的吹雪 在他身上看見了熟悉的寂寞 然後就很機婆地帶著他出海了 可是在那嚇霜的海風中卻見到了敵方的戰機 愛於高度問題 使得吹雪等驅逐艦無法有效擊落敵機 但大河的46CM三連裝砲可不是裝飾品啊 靠著強大的活力 瞬間拆毀了走錯路的敵機 儘管長門被這群不遵守規定的活老百姓弄得好生氣 但有容奶大的他追蹤並沒有責罰他們 果然Big7的胸懷就是Big啊 原本眾人還在享受海島上的度假生活 卻突然接到自家鎮守府遭到滅頂的消息 甚至連提督也消聲一擊了 儘管各賤娘顯得相當不安 但依照經驗 我看這傢伙根本是去打工賺遊戲的課金費用吧 總之一連串的事件後 劍娘們準備反攻跑來查水表的深海大軍 其中也因為吹雪的蛻變 使他終於如願當上一行戰的伴隨劍 而最終的這場作戰也就是歷史中赫赫有名的中途島海戰 由於戰線較長 本次戰役幾乎讓鎮守府的劍娘傾巢而出 但想不到出門沒多久 零頭的一行戰與二行戰馬上被炸到開花 眼間周遭的劍娘一一遭到敵方的重擊 慘破不堪的衣裝就像史實的記號遍布全身 看似一切就如同那不想回顧的歷史再度重現 而赤城的神情也流露出無法反抗命運的無奈 正當一旁的北上也將遭到擊毀時 突然一技瘋神隊踢翻了手中的歷史課本 而大驚的一句你再對我的北上衝三小 連帶將歷史老師丟出教室外 隨著兩人攻擊八十門魚雷的大北合體 這天與三百合的攻勢也為當下的窘境炸出一線曙光 而隨後出現的大合就像憋了一輩子的少女狂瀉而出 為眾人殺出一條邪路 緊接再後的長門也在天一翼輪轉位移 決心擊碎宿命的項圈 但劍娘們即使殺紅了眼 敵方的BOSS仍不斷在生 或許深海期間就如同命運的枷鎖 緊緊束縛住每位劍娘們 面對無法推倒的屏障 眾人束手無策 但此時一群陌生的戰機越過不滿炮火的天空 他出現了 那傳說中摧殘無數玩家的身體健康 讓眾多劍娘飽受饑荒之苦 不同於自身體型的強大能力 西元2013年12月24日首次時裝 裝甲空母大鳳降臨了 隨著大鳳的強勢登場 還順道帶來提督終於結束打工 並返回崗位的喜訓 聽到這樣的消息 眾劍娘的能源爐 簡直燃燒到極致 當他們找到明確的攻略條件後 最終長門帶領眾人 挾著得罪了方丈還敢跑的氣勢 猶如九大門派圍攻光明頂般 眼前的BOSS還來不及自盡 就已經被化為灰燼 最終這段故事也隨著中劍娘的規返 而告一個段落 那這集節目就先到這邊囉 不管你是現任提督 過氣提督 或是還沒有當上提督的朋友 如果你對劍隊收藏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或是想宣誓誰誰誰是你的本命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討論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再見小童們 我們下次再見